李长春是在结束对黑山的访问后 由波德·戈里查飞抵都柏林的 当天下午 李长春出席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 成立四周年庆典活动 受到都柏林大学校长 修布雷迪和数百名师生的热烈欢迎 布雷迪在致辞中说 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四年来 为两千多名学员提供了中国语言文化课程服务 并在二十多所中学开办中国语言文化课堂 都柏林大学将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努力 将该校孔子学院建成全球孔子学院中的模范 李长春在讲话中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工具 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借鉴的桥梁 孔子学院的工作正是向世界各国人民彰显这一理念 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的诞生 是钟爱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象征 李长春希望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建设成为 钟爱两国友好交流的楷模 建设成为向爱尔兰全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 建设成为爱尔兰研究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殿堂 建设成为为爱尔兰教育经贸旅游等各领域 提供汉语人才的基地 为推动钟爱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随后李长春向布雷迪转交了赠送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的生日礼物 一尊孔子塑像和一套大中华文库